82 文匯報 文記參觀抗日紀念館預講清明記歷史 2015年7月26日香港新聞A07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姚嘉華 今年是抗日戰爭紀念七十週年 民建聯訪經團趁到北京的機會 昨日到盧溝橋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 瞭解當年國家奮力抗日的歷史 參觀過後 多位民建聯成員軍表示 希望全國人民都冥記當年慘痛的歷史教訓 香港年輕人更英明白國家這數十年是如何奸身走過來的 從而共同為國家民族復興而努力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全表示 以使為監海以之輕替 抗日紀念館保留了不少先列的違密和事跡 讓國民都能瞭解到全因這些中華兒女的哲氣 國家的領土完整才能得以保存 他指出 香港受英國殖民統治多年 香港人乃至香港的年輕人對國家歷史的認知並不足夠 認為他們更英過來漢漢 了解這段歷史 黃定光唱共擔振興中華責任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表示 歷史是一面鏡子 建議香港青年應多認識這段慘痛的歷史 共同肩負起振興中華的責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表示 日本侵略中加領土是一段悲痛的歷史 我們香港人過去也爭受過日本不少傷害 每個中國人都須明白的歷史 港人更須明白香港不能與國家分隔出來獨善其身 他建議 香港的年輕人應多到內地走走漢漢 認識更多國家歷史知識 可對國家有更深入的認識